今天我在八坦县城的话是休息了一天啊 现在已经下午的五点钟了 早上的话随便吃了一点 然后中午的话有一个商家 骑了个电动车买了一份凉面 感觉下雨了 我在想要不要出去买点菜 今天早上把东西收好之后 是想到八坦县城逛一逛 但是一直在这里躺着 也不想动就没去了 乌云太多了 我现在也不敢出去了 稍微早一点 这边出太阳的时候 真的好热一个 所以不想出去 然后现在稍微凉快一点 又怕下雨 也又不想出去 我去 这口香溃疡太难受了 现在又出太阳了 骑车出去灌一圈吧 这里属于县城的郊区啊 所以这边人挺少的 然后去买点菜 顺便拿两个快递 乌云还是挺多的 哎呀前面 又进入八坦县了 八坦客运站 出发喽 出发喽 八坦欢迎你 演绎中心背后 最后是哪里 OK 快递拿到了两个 还有一个可能明天到了 然后休息一会再回去吧 准备今天就在外面随便吃一点 这嘴巴太严重了 没有心情做 说话的都不想说了 吃饭也不知道吃什么 买了两包泡面 一个饼子19块钱 还有牛奶 回去了 回去了 哎呀 回来了 现在太阳还是蛮大的 先吃一根冰棒吧 哎呀 太痛了 看看能不能冰一下 买了一根小布丁 吃饭吃 再不吃就化了 啊 冰一下 啊 太痛了 今天晚上可能会下大雨 哎呀 烫了半天了 冠风了 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啊 挺累的 哎呀 现在帐篷搭起来了 现在人没有多少人了 之前的话有一些饭乎的市民了 帐篷的话搭好了 这是在八堂县住的第二个晚上了 确实 不太舒服 头痛 然后再加上这个嘴巴也好严重 也好痛 不出意外 明天出发了 哎呀 这两天又头痛 然后这个口腔溃疡 视频都没怎么拍 只有拍的比较简短了 非常清晰呀 看一下 一个大的一个口腔溃疡 出外面 是不是感觉到这边吃饭的话 就没有像内地那么方便 因为自从到这个钢兹州四川的藏区呀 第一可能这边物价比较高吧 然后有时候买东西 加上县城离得又比较远 感觉吃东西的话就非常不方便 就想买点菜的话 也没有菜买 就只能到县城买着带 然后再到下一个县 然后有一些 像买点肉啊 也不能放 就最多最多 就是说明天出发的时候买一点 到晚上都不行 因为以前我买过 你就说如果你买了肉 最好是下午三四点四五点买 然后到晚上的话六七点做饭 那还行 但是如果是早上买的话 肉也坏了 因为在外面它这个有太阳 所以的话感觉吃饭的话就挺麻烦的 就只能多带一点鸡蛋吧 明天多买一点鸡蛋 然后补一步吧 这两天到县城也没去买菜啊 因为确实吃东西都不想吃 你说买菜有什么用 今天下午我也去县城逛了一下 确实不想买 就买了一点泡面一点饼蛋 网上就吃了一包泡面 都是干吃的 因为那里停水了 都没有水 干吃了一包 然后晚上饿的话就才吃饼蛋吧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明天出发去西藏了